發生什麼事 讓大批網友接二連三 在電信公司的臉書上 留言要請假 原來是果民為了搶心機 跟著小編祭出CUSO請假招 送出留言 還有機會變成廣告人物 好像昨天凌晨就開始 傳訊息來問我了吧 那是不是你這樣子 我說對啊 那是我 那因為我現在目前是 還是大學生 那大學是比較山區的地方 那收訊的話都還滿OK的 所以他沒有問 每吃蘋果出新機 總是引發果迷暴動 有電信業者看準商機 從網路行銷先下手 推出吸金三部曲 我們相信從社群行銷 這個方面來做 會更多的網友們 會吸引他們的注意 所以我們才透過社群行銷 發布36個請假的理由 事實上我們也不是說鼓舞 網友們一定要請假 而是我們覺得 透過這種趣味的方式 能夠讓網友們注意到 21號禮拜五那天 就是iPhone 新的iPhone 手機開賣的當天 而且一定要來到 最火紅的業者 穿著紅色的衣服來排隊 除了留言上廣告 9月21號開賣當天 國民穿紅衣來排隊 還有機會獲得小贈品 看準趨勢 多商機 從網路行銷取得先機 三立新聞 林文婦 梅凱婷 台北報導